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30天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5日宣称 俄军24日自海上发射口径巡异飞弹 精准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市 西南方卡里尼卡夫的一处大型燃料库 乌克兰军方25日则发布声明指称 日前在亚述海港市 乌军其实共摧毁三艘俄国登陆舰 国际社会持续力挺乌克兰 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极力逃亡的一仗不为战火 24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 欧美国家也在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24日参加北约及其他公业国领袖峰会后表示 美国已准备好欢迎10万名乌克兰难民进入美国 拜登指出 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西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 你认为俄罗斯必须被离开 G20? 最后的问题是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4日深夜 向欧盟高峰会发表视讯演说时 也对欧洲团结支持乌克兰表达感谢 你们已经使用了权势 我们感谢你 这是很厉害的 但这会是稍微的 因为如果这会是防止 美国也不会进入战争 我们在哪里 乌克兰南部港式马里坡 多处依造俄军占领 在俄军的包围下 长期没睡没电 没食物的当地民众 只能近代俄军提供补给 我妈妈没有人家的救援 她是胃疾病 因为她是保护人员 如果他没有人家的救援 可能会死 所以这种情况 甚至在美国 我没有人家的救援 我可以帮助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将 40万平民扣为人质 枪心带到俄罗斯 俄国官方声称 是这些人想前往俄罗斯 但被迫前往俄罗斯的部分民众 显然有不同意见 乌克兰已取回基辅附近 重要城镇伊尔平的控制权 南部城市赫尔松 在师府升起乌克兰国旗 也没有受到阻挠 而在一个月的战火洗礼下 许多地区民众 已经习惯了在避难所的生活 但令他们惊讶的是 他们认识的俄罗斯诱人 竟然认为开战都是乌克兰的错 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俄罗斯日统计 乌克兰已有1035名平民 死于战争 回中心 纵外电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